你这出差啊不在家 这小林一到家里来 忙前忙后打扫卫生 给妈做饭洗衣服 真的好 人家对你妈 就像自己的亲妈一样 这孩子真实诚 能干还漂亮 妈真心喜欢 你跟妈说 你心里是咋想 我 妈 你说实话 心里咋想吧 就咋说 反正您喜欢的 我肯定就喜欢 喂 董事长 好讲啊 说话方便吗 方便 您说 我听晓慧说你今天出院了 伤都好了吗 好的差不多了 谢谢您关心 爸 说正事 说正事 是这样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想跟你一起吃个饭 也算是我跟晓慧 所以对您表示感谢 董事长是这样的 我今天刚回来 所以想多陪陪我妈 今天肯定不行 这没关系啊 正好我想看看你妈妈 晚上我让晓慧开车去接你们 你看怎么样 谢谢您的好意 但是我妈呢 她行动不太方便 所以 您看 实在是不好意思 去不了 那好吧 那我们改天吧 好的 好 再见 哥 谁来电话 董事长 什么事 她知道我今天刚出院 所以想请我们吃个饭 好事 咱们去呗 去干吗 不是 这人人都梦寐以求的好事 你怎么还往外推啊 不能去 爸 就这么放弃的 人家说 她妈妈身体不好 要陪她妈妈 我还能说什么呢 您可以跟她说 除了吃饭 还有工作上的事要聊吗 你个臭丫头 你这不骗人吗你 你想请人家吃饭 这个电话你不打了 让我打了 反而还埋怨起我来了 你说我怨不怨啊 我给她打电话 她更不能来 你不打怎么知道呢 我的女儿 就这么没自信吗 爸 这跟自信有什么关系啊 我要是能把她叫来 我干吗 还让您这个老匠出马呀 我接个电话 喂 浩生 怎么了 晓慧姐 董事长给我哥打电话了 我爸想请你们两个吃饭 感谢你们 谁知道 让你哥给拒绝了 你这电话来得正好啊 要不然这事你帮我解决得了 行 我保证完成任务 你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还是你靠谱 怎么样 搞定了 小会儿啊 这么做合适吗 爸 难得您今天有兴致 不是 我可不想让你失望 我知道浩强的孝顺 可是陪他妈 以后不是能天天陪吗 又不差这一天 对吧 也是 那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我改篇主意了 今天咱不出去吃了 去咱们家 让他在家里做做客 这么做合适吗 这么做合适吗 这么快就让浩强 认咱们家门啊 爸 您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好好招待他一下 您胡说 今儿回来有空 给灵灵打个电话 让他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行不 好啊 好 好啊 喂 灵灵啊 在忙吗 还行 不好意思啊 你今天出院 我也没去接你 没关系 对了 我妈说 想起你晚上 来家吃个饭 好不好 行啊 那下班以后 我就过去吧 好啊 那等你啊 再见 他来他 过来 有空来了 行行行 好胜的 让他去买菜 他在门口呢 多买一点 多买一点 买条鱼 再 再 再多买点虾 哥 哥 出来 这帅完事啊 忙上去买菜 等等 等等 你真不去了 我说了不去吧 怎么了 我都打电话了 你给董事长打电话了 答应人家了 你还答应啊 我不去有我不去的理由 你瞎答应什么呀 真是闲的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以为只是吃顿饭 那么简单的事啊 正因为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才不去 我说你这么个聪明人 突然犯浅糊涂来了呀 董事长电话是随便打的嘛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董事长已经默许 你和小灰姐的关系了 我跟小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别瞎撒谎 你答应的你自己去啊 我是不去了 你真不去是吧 不去 你真不去是吧 那你可想好了啊 你先说的你不去 我答应要去 现在你又反悔不去 你想董事长会这么想的 这不成情玩人家吗 你真能给我找事啊 那怎么办 刚刚妈还说 请您来家吃晚饭 我给她打电话了 她说下班就过来 要我这样 我在家里边陪着妈 招待灵灵 你去赴宴 你招待灵灵 听你们的性格 万一没招待好 又人瓦生气 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吧 怎么办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有我打电话给灵灵 解释一下呗 说改天再吃 再跟妈撒个谎 说灵灵加班来不了 真能找事 灵灵灵加班 你帮我吃吧 大拍 你不能喝吧 怎么了 不方便了 我有点事情 所以 没关系啊 那这顿饭先欠着 以后再补上呗 好 改天一定补上 好 拜拜 拜拜 戴上美女 忙什么呢 你来了我就不忙了呀 小公主 有什么指示呀 我就是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不能啊 行啊 来 看看够 我看看 又漂亮了 说吧 什么事 晚上跟我吃饭去呗 今天又要喝酒啊 咱们今天不喝酒 也不去酒吧 晚上去我家 干吗去你家 这么正式 浩强不是出院了吗 所以我爸 想请他到家里去吃饭 你要请浩强 去你们家吃饭呢 对啊 所以我爸说 浩强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而且还是一个人 这不是怕他有些拘谨吗 所以就想请戴经理 一起去捧个场 我刚突然想起来 我今天晚上还有个应酬 这也推不掉啊 这事我就不陪你了啊 你是不是啊 这么巧 对啊 就是这么巧啊 什么应酬啊 推呢吧 不行不行 推不掉 不好意思啊 小辉 这事我真陪不了你了 真不够意思 算了算了 那你忙你的吧 我走了 那你忙你的吧 我走了 不要说 你忙你的吧 我都会想到你了 你忙你的吧 你忙你的吧 我都会想到你了 你忙你的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